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玲 那个令人心碎的夏天 大概是贺俊玲心里永远的痛 2018年的7月19日 还在为出道努力训练的贺俊玲 被毫无征兆地从北京总部遣返 这预示着他即将进入半血藏的状态 那天他被工作人员抛下 独自一人拎着四个行李箱 在机场和粉丝做最后的告别 一场比赛还未开始 就有人宣布你输了 面对这种不公平待遇 14岁的他咬着牙咽下了 所有的委屈和不甘 幸好第二年的《台风蜕变之战》 让他重新站上了属于自己的出道位 都说努力的小孩不会轻易被辜负 但他并未得到应有的偏爱 2020年7月19日的《东方风云榜》 那晚的舞台很美 可惜镜头装不下一个贺俊玲 温柔乐观的小孩 还不想让粉丝看到自己的难过 连哭都要背过身去 命运般的719 这个仿佛被施了魔咒的日子 成为贺俊玲最想删除的一天 在被公司半雪藏放养的那段时间 他依然每周往返成都重庆 按时参加训练 既然不知道终点在哪 那就继续坚持 在19年的《台风蜕变之战》中 参赛的四位哥哥已经出道过一次 被守期待的颜浩翔 更是李飞重金请过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七进五的赛制 让贺俊玲仿佛又一次拿到了陪跑剧本 尽管希望渺茫 但他依然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来到韩国第一期考核 他就因为水土不服感冒了 老师评价他的表演很僵硬 缺乏自信 离开舞台太久的贺俊玲 拼尽全力想要找回站上舞台的感觉 赛成到了最后 尽管老师们都说他进步神速 可这终究是一场残酷的比赛 五人团还是七人团 公司把决定权交给了粉丝 那晚七人团的票数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贺俊玲以第七名的成绩 加入了时代少年团 这一次他重新战胜了舞台 拥有了发光的权力 让他以成员身份再次出现在大家眼前 敬念了所有人 让马哥害羞 让小宋尖叫 让丁哥大呼 我可以 温柔妩媚是你 高贵冷艳是你 清晨可爱 还是你 蒂娜赫 18楼半永久官配小女友 是团兄弟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可是当蒂娜赫变回贺俊玲 场面就不那么好看了 十二和妈妈相爱相杀 十二和粉丝相爱相杀 另外在追星这方面 赫尔可以说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带着这份祖传幽默 赫俊玲变成了妥妥的德约男孩 我得给老郭说一声 得换个大头 看到赫尔找相守演员合照 网友说这是找对组织了 毕竟他的耐克嘴名不虚传 吵来吵去相爱相杀 你努力发光 我看你长大 这难道就是养成的乐趣吗